好,谢谢主席,那还有各位先进 那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其实是 原本是这个柜局创严的这个计划执行的一个成果 那但是因为我其他相关的这个研究把它纳进来 所以写了一个这个比较大范围的一点的主题 然后首先是这个要感谢这个柜局计划的这个经费 那我在执行的时候呢 刚好跟我其他一个科技部计划 有一个国外杂志叫做Impact 他们是科学性的杂志 那对于这个研究主席有兴趣 所以就做了一个这个专访 那其实在这个专访里面 他只是讲说一个研究的发想和概念 不过整个研究的这个大的这个概念 就是我想要探讨的就是慢地流 还有明渠流的这个水力学 那从水力学的角度呢 去去了解这个水石的充实机制 因此在今天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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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里面呢 其实我会以室内小尺度还有中尺度的实验呢 分别去探讨一个波面 从这个山坡一直到冰水岸 还有河道里面的这个土壤侵蚀 还有土砂运的一些现象和特性的探讨 那首先使用的这个材料呢 我们是去这个阿东边水库 户区去采集这个氢温泥的成绩图 那我们是申请进入户区 去让我们做这个免费的采集 基本的这个成绩组的一些物理特性呢 就是做一般土物的实验 那比如说颗粒密度 大概是2.6多到2.7多左右 主场的质地呢 它的这个沙跟年的百分比呢 这是一个平均值 那以我们经验会随着时间略有不同 大概年龄的含量是5到10%左右 不过它这个属于细质地的 所以它的两个mini meter以下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 那统整一下金辉泥这个成绩图 它有一些基本的特性就是它的吸力含量很高 那它的特性是干燥的时候变得很硬 我们在处理土样的时候 其实干燥以后非常不容易要 要敲打要急速要过筛 可是它吸水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化掉 并且会发现它吸水很容易产生一个这个体积的塌陷 因此它在连续加免的时候发生的侵蚀性要是非常显著的 还有再来它相对于一般核酸的这个沙肚 它的盐分含量是比较高的 所以文献里面是认为说它其实不太有利植物的这个生长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研究材料 那基本上进行的方法是以三个这个室内的实验为主 分别有这个波面的人工加免机的实验 那冰水岸也是一个循环的水潮实验 以及在这个河庄河道里面是一个比较长行的循环式水潮 去做这个实验还有它的过程和这个物理公式的分析 首先第一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想探讨这个波面侵蚀的过程还有现象 因此呢用的是小尺度的人工加免机实验 再来在这个实验里面呢 我们引用一个技术就是这个切液雷射扫描的技术 那它其实成本相对的低 在我的这个小尺度的实验 它是可以做到很高精度 在这个一个明明明的 就一公里这个精度的这个地形的这个扫描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 这个侵蚀地形的变化 那再来呢 我们引用了一个国外的对于探讨随时的物理模型 叫做Hersand-Rose 然后把它建成这个系统动力的模型 可以去做成时间变化的这个流失量和空实情形的这个模拟 整个这个研究主要的方法论会像这一张fly所显示 把这样子波面的情况比较单纯化成为一个 就是相对均值的这个波面 那在这个波面我们就进行了人工降雨的实验 加上了设定型扫描 那在这个实验里面的实验的资料 我们就可以得到不同波度 不同降雨强度和主要侵蚀量之间的关系式 藉由扫描获得的数值高层模型 去描述侵蚀的过程还有它形态的演变 然后最后求助这个电话关系式 还有一个就是去评估说我用这个小描的方式 也就是一些遥测资料体积的变化去反推土壤 土杀的这个流失量它之间的准确度如何 再来呢我们把Harrison Rose的物理方程式 C&Go在一个系统分析 系统动力模型里面 那这一个这个物理方程式它的特点是在于 它其实就是考量水时的两大机制 包含我们的降雨的鸡蛋 然后再加上浸流对于土砂的卷入 毕竟它同时考量我在这个水流动的过程中呢 我的这个土砂它其实会有成像的作用 那它它是这个降雨的鸡蛋分散 土砂的卷入和成像同时去进行去探讨 那这个这个模型里面呢 它还包含我们就用实验的质量力 做了参数的律定 还有敏感度分析以及参数优化等等的功夫 整个充实实验的步骤呢 我们是采用这个荷兰工序出产的 这个EK-PAM的小型的人工降雨机 那么我使用的降雨的强度 是约等于天然降雨80mm per hour的这个强度 那波度全用5度到30度 每5度为一个区间总共6度的波度 实验进行呢 会进行一个初始的地形扫描 在降雨之前 接下来开始人工降雨 那每5分钟会中断一次去做这个雷射切业扫描 把当下的这个组的表面的地形电话 把它扫描出来 然后同步呢 我们会有一个收集桶 收集底下往下流出来的这个 陆圣的收集调集 以及出流口 去做这个转流适量的测量 然后会跟我的雷射扫描的结果 去做一个比较 那么整场降雨是30分钟 所以一共会有这个5次 6到6次的扫描 那么关于这个波面侵蚀的模型的建议 其实系统动力学这个理论呢 是美国麻省工学院的教授提出来 他在1956年就提出 但是到了1970年代 他发表了一个一本书一个文献 那正式呢 就是应用在很多复杂的有回馈机制的系统里面 他最初是用在商学 但是现在虽然科学引用的蛮多 尤其是在水质的部分常常有人使用 然后呢 以这个系统动力学为建模的基础理论 它可以自行建构所谓的物理方程式 我只要有质量平衡的物理方程式 我就可以把它建构进去 那这个物理方程式模型 他在1991、1992年提出的 他的主要概念我大致介绍过 其实他就是把这个水里面吐沙的浓度呢 跟造成吐沙浓度的这个变化的机制 去做一个探讨 所以会增加这个我的吐沙的浓度 或者说增加侵蚀的机制 就是雨滴的降溶体挡 进油的卷入 再来在这里面比较特别的是 他考量沉降下来的吐沙会有个沉积层 那这一层的吐沙相对于原吐沉是相对松散的 因为他认为他受侵蚀的难度是不同的 他把它分开考量 把这个钢尘式建构成 初步这个模型第一阶层的示意图 我们可以这样子看 我的这个存量的部分就是在底层 就是我的吐沉 有所谓的原吐沉 那我刚刚讲的沉积层 水中呢就是一个寒沙沉 不是指说被水卷起带入这个水里面的这个吐沙 那么会增加这个寒沙流 也就是水中寒沙浓入的机制 就包含了雨滴造成的原吐沉的分散 以及造成沉积层的再分散 浸流开始由吐沙的卷入 英文叫做entrainment 那一样会造成这个圆土层的卷入 还有沉积层的再卷入 那么寒沙就是说水中的这个吐沙 会经由沉积现象再回到沉积层 最后呢有一个这个出流口的收集材 接下来实验的这个结果呢 这个地形是30度 就是波度最陡的这一组 它从这个最开头没有受到这个人工降雨的地形上 一直每5分钟为间隔 一直到这个30分钟后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从这个等高线图的密集度 越密的地方地方会发现 它就是它的高层变化 最密集 最陡峭 所以这边其实可以判断出来 是有这个纹宫石宫的产生 然后随着时间的眼睛会有一个主石宫 最后就去流到这个出流口这样子 那么我们把这个多组的实验呢 我们的这个用雷射扫描 不同时间点的体积差 我就可以去推算 突然的这个表土的体积差别 呈上密度以后呢 就可以有一个所谓的雷射 推估的侵蚀量 跟我的收集 实际收集到的土砂量 去做一个这个比较 然后它的这个相关性是蛮高的 那整个这个比例也差不多是1.0多这样 就表示其实只要我能够正确的评估 我的这个土层的密度 或是含水量 我用这个雷射扫描 或是说我用这个影像分析 去判释土层的底气变化 是可以蛮精确的推估真实的这个土砂量 是可以蛮精确的推估真实的这个土砂量 然后蓝色的这个树 蓝色的这个资料点是实验的实测值 那么绿色和黄色分别都是模拟的值 但是这个模拟的曲线 所以这两组肌量呢 橘色的部分是三种粒镜 就是我的土其实有砂分别的百分比 我把三个粒镜的分别带进去 所以我会讨量不同粒镜的这个移动 那么绿色的部分是假设 我对我的土壤气变化没有那么好 我只用单一个粒镜 就用中极粒镜带进去 那去模拟出来的结果 橘色的部分会比较准一点 就是说如果我对土壤的这个粒镜的分布 有比较准确的掌握的话 模拟出来结果会比较好 但是如果我只有单一个粒镜 它的这个效果也还可以接受 他们的这个趋势 那可以看到说 其实这个波度比较陡的部分 它的这个模拟效果 评估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波步比较缓的部分呢 有一个目前这个有一个要解决的就是 Paris和Rose它的公式里面 它没有探讨入胜 它不探讨这个水 误渗到同理 造成那些土砂的流伤现象 所以这部分我们认为是一个误差的来源之一 所以统整一下这个实验的这个成果 其实我们可以获得的就是 降严实和不同强度 造成土壤有失量的这个量化关系史 再来呢 我们由小尺度的这个实验呢 搭配颜色地理草和土砂的收集 其实找到的这个关系是 可以去这个去证实说呢 用瑶瑟的技术去评估我的土砂有失量 其实是可惜的 再来对于土砂充实 土砂轻实的一些敏感的参数 其实就是跟我的作用力的强弱 所以一个敏感参数就是这个浸流轻实的强弱 在这个模式里面 它是用核酸的功率的门槛值 再来就是土本身我的土砂抗轻实的能力 其实这个概念跟这个万华流氏功率 它比较这个K值跟R值的这个概念 其实是相吻合的 它只是用物理机制的方式 力学的方式去看 再来土砂充实的模拟 初步呢 另外这个HERESA ROSE 这一个物理方模式 它其实是可以用在这个土砂流氏量的评估的 不过在这个现地的时候 我们能够拿到这个出浪 听到说降雨的这个资料 有降雨不同的强度 还有降雨的时序变化 在这个模式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看说 不同降雨不同延时的情况下 造成流氏量的这个过程是如何 以上呢就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就来到往下来走 比较冰水岸的这个地区 那在这个地区 其实想要看的是 如果有一些冰水岸或是湿地地区 它的这个水呢 是长流水可是很薄 那么这个湖岸 既然都讲说 不要这个人工的有这个生态工程 有植物的种子是最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说 有这个停水植物的存在下 其实停水植物 各位就想到它会它有根系 所以一般认为说它的根系有 所以突然有这个果卧的能力 那但是呢 同样的植物在停水植物内 其实它有精的这个效应 就是它的精会造成这个流氷的 这个二次流的温暖 所以根和精同时的作用下 到底实际的我们就去种植物说 那么我有种植栽跟没种植栽的情况下 对于土壤侵蚀和这个抗刷的现象的影响 然后另外一半的四个就是裸露的这个图 然后我们去做长时间的这个流水的这个冲刷 这是第一个实验 那么一样我去使用的是雷射的地形草膜 来去评估它的冲石地形的变化 然后第二组的实验呢 我们就去探讨 同样的其中的一边 它还是种真实的原生的影响植物 但是另外一边我们种所谓的假植物 敏真植物 也就是说很多文献里面 其实它擦的是压克力棒 或是一些塑胶 或是一些人工厂 那真假植物差在哪里 就差在有没有根系的生长 所以生长其实是 植物被认为很重要 这个保土的一种 所以很多的文献 如果用这个假植物 当然它可以探讨出一些效率 可是跟真实植物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我们也有兴趣知道 经由后面的雷射定型草膜 再做一些量化的分析 同时我们在整个实验结束以后 我们还会把植物拔起来 去做洗根的分析 去看它根系生长的这个状况 做根系的这个生长 那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提供说 我的原生和雪山植物加入 河西的冰水区整治的应用 能不能提出说 在这个新冠凝成绩图 比较不适于植物生长的状况下 有没有哪些植物它是 效果还不错的 不需要很高的维护成本 但是它也可以长得起来 就是这种植物分别是香菇 乳尾雪冰香和荡叶仙草 这个是整个的配置图 那整个实验的过程 为期了三个月 第一个月 我们是所谓的植物养护期 也就是说种下去的时候 我们的植栽是相对的是幼苗 而且我是统一的这个大小 就要经过一个月的时间 让它生根 让它成长 那在这个养护期 如果植物不信有 死掉了植株 我们会去做 补植的动作 一旦这个养护期过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 每两周逐渐的调高我的流量 那在调高流量之前 我会做这个雷射切线扫描 这个示意图 做一次地形的扫描 然后调高流量充实两周之后 再做第二次 一起累推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所以总共的时间呢 是维持了三个月长 那前面一个月固定低流量 后面没两周变去 所以总共会有 一二三四五个不同的流量 好 这个是第一组实验 也就是我的真实的植物区 和我的裸露区的 雷射定期扫描的结果 那我们在这边只秀 12周就是最后三个月 结束的这个结果 各位可以看到 那我的水流方向是从 这个左边一直到右边 所以在这个水槽里面呢 其实前面的第一个槽底 它被这个入流河的地方抛刷 其实我们认为是 入流点水的这个现象 不过各位可以看到 整体而言 你会发现火漏区的土壤 侵蚀的结果 都是偏向蓝色或是黄色 也就是它主体是这个侵蚀 或是黄色中黄色就属于 这个高层变化不但 那整个地形的变化是 起伏没有那么高 但是反观在这个植物的地方 白色的点就是我 种植植物的点位 各位可以看到有蓝色 有偏橘色的部分 就会发现在有植物的存在下 造成它流框的不均匀的影响 会发现有部分的地方是 呈现比较刷深的这个 这个超刷的这个通道 那有另外一部分呢 会有龟姬的这个现象 整体而言 我们两位有数据看 但整体而言我们可以说 如果是裸豆的 它是比较均匀的 不然整片的整片的被刷掉 那如果有植栽的部分呢 它的壁形体会比较大 有的地方是堆积 有的地方是通刷的壁形 再来呢 这是第二组的实验 就是我的真植物一样放在下面 然后甲植物放在上面 那甲植物很明显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压克地棒 没有做下面的这个根系的部分 所以它没有根系的效应 居有精对于我的水流造成的 这些二次流线温流 所以它的冲刷的情形是非常严重的 尤其是在接近入流口的部分 那这个真植物的部分呢 一样它有高有低 有冲刷有堆积 这个是我的这个 用雷射扫描 去评估出来这个 这个侵蚀的这个体积 那左边的这两张图就是实验一的部分 分别就是裸露区和我的真实植物区 右边就是实验二 分别就是我的甲植物的亚克力区 和真实植物区 先来看一下实验一的比较 曲线的部分呢 是四个草体的状 这个轻食量 轻食体积 那从第六周就是第一次调选量 六八十十二 它的总轻食体积呢 是两千三百多立方公分 那么有种植物的部分呢 稍微少一点 是两千一百多立方公分 它的差距没有到很明显的很大 但是这个整体差距还是有差的 卢肉区稍微多一点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植物部分 会有四个不同颜色的实现 那分别就是四种不同的植物 在这边呢 可以发现这个丹叶咸草 还有水冰箱 比如说芦苇 其实这三者呢 它的这个轻食的体积 是明显的比香浦来的小 香浦在我们的结果里面 其实它是这个就是冲刷 或造成这个轻食体积 是最大的一种 在压力区的部分 先来比较一下 从轻食量就很显著的 这个差距 一个是 植物的部分是2500多地方公分 但是如果是重压 或这个压力柱的话 就是高达6000多地方公分 那么同样比较不同的这个植物 会发现 取色的部分这条香浦 跟第一组实验一样 它造成的轻食体积也是最大 但是其他植物的效果还不错 轻食体积都不显著 然后在实验一和二其实我们还做了一个更动 就是植物的顺序有排列有做变化 那么实验一的这个排列是从这个植物的经能 是从一个是从细到粗 一个是从粗到粗 那我们去看更动这个植物的这个顺序 会不会造成它的这个轻食体积的变化 不过以我们的结果来看 其实植物的这个顺序 并没有最显住的差异 还是跟它的物种 比重差异比较大 好 我总结一下这一个研究获得的这个成果 那这个量化的部分 裸肉区的总轻食量 大概是比同组的实验物区大了10% 那么发生轻食行刑最显著的这个流量 就是在我的第三和第四个流量 150公升每分钟到200之间 它的流速是每秒是大概50公分到66公分左右 那这个显著发生轻食的这个流速 其实会跟下面我要讲的这个 实验的成果互相同意 下面这个实验的成果就发现说 这个氢化泥成绩组这种土壤 它的启动的流速 就是造成显速中刷里面的连接流速 是落在55到60公分每秒之间 跟这个显著发生这个侵蚀的流量 万算的流速其实是可以去呼应的 再来呢 比较你真植物跟真植物之间的差距 它的侵蚀量会相当大 那很明显就是如果我只有金对于血流造成二次流的效应 就是明显会造成这个温暖还有汤爽 但是植物 真植物有根性 它其实是可以这个明显的减缓 我的表属的侵蚀程度 好 再来我们把这个侵蚀的体积 和平均的冲刷的深度去做 去做围棺去画趋势图的时候会发现 就青石体积而言 是我的压克力柱假植物区大于裸露区大于植物区 但是平均冲刷深度而言呢 压克力柱区一定是最大的 可是植物区会越高于裸露区 那这个刚刚我们在雷射小朋友看到 就是植物区它造成的例行的起伏比较少数 裸露区它是整片大片的这个刷掉 好 最后呢 关于植物抗冲能力的这个结论呢 我们提出两种在我们实验里面 效果是比较好的 一个是卤蚊 一个是单液咸草 水冰箱的部分刚刚各位看到 其实它的这个草体的充实的程度也不高 但是水冰箱有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它的充实率低 所以不好养父 不好维持 最后一个呢我们就来探讨在核道核床里面 我的这个底床和土砂要被带起 那有一个所谓的云区里面有的所谓的灵界流速 或是灵界减硬力 这个一般呢 常用的这个无音器表示法叫做Shield参数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它在很多的疏砂的模式里面 是一个重要的输入参数 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资料通常就是会用文献参考 就是直接带进去的 然后再来呢 是如果是这个所谓的非粘性的土砂 就是粗克力的这个沙粒 带文献值所谓的Shield Diagram Shield其实是OK的 可是目前越来越多严重发现 对于质地比较细的 或是有黏土成分的这个土砂 你带文献的石油带管是不准的 会低估很多 因此我们就实际的来扣了这个实验 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渠长呢 它就是要测量 就去推求所谓的冲刷启动的灵界条件 那实验的这个 主要的这个方法也减触在这张事实验 我会把我们的土样 用三种不同的层样时间配置 那目的是要达到不同的压力的复节程度 分别是24、48、72小时 再来呢 在这个循环性水槽里面 我用五种不同的硫磺 产生不同的侵蚀外力 去做冲刷的动作 接下来呢 我去算这个不同的硫磺的冲刺率下 去得到所谓的启动的灵界条件 然后后面是读音器的这个分析 可以在推幻随一般常用的启动物质 所以整个目的就是要提出 土力的灵界启动条件 还有它的屏幕方法 那可以作为侵蚀和疏伤模式 里面公式的这个物理参数的输入值 整个过程呢 和这个水槽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先有土样的备置 然后将土样放置在我的这个槽底 有一个孔洞会主要从这边下面置入 调整好我的波动和流量 所以水槽稳定的时候 掀开盖子开始去做这个侵蚀 那它冲刷的时候呢 用肉眼去观察 如果我的这个土 它被冲掉比这个旁边的这个 这个历史床来的这个滴 我就会往上微微的推 然后我下面有连接所谓的位移记 所以我可以测量的是 随着侵蚀时间的这个移动 我的侵蚀的长度 上推的长度 这个精度也是很高的 可以这样一个mm的影响 然后这一条线的平均的这个斜率 其实就是平均的侵蚀率 那么一次实验 我会获得一个平均的侵蚀率 这个斜率做出来以后的这个点 会点在右边这张图的其中的资料里 右边这个图呢 我的横轴的地方是TAU 也就是我水流冲刷的这个力 有五种力 那纵轴的部分呢 就是我的平均侵蚀率 从一组的这个位积的这个 试验的鼻居蚀率去获 所以我五种流氓下 我就会有五个底 那图里面的三条线 蓝红色蓝色 和绿色分别 代表三重度的实验 做这个三次 所以这一张图 其实就做了15组的这个实验 那么我现在呢 在资料里面 我有这个TAU 就是我的充传力 我有E 就是我的平均侵蚀 剩下的M TAUC和N 我就用非线性拟合 回归的方式去找出我的M值 TAUC值和N值 那用的是高四年对版 它是非线性拟合的方法 这三张分别代表的是 去成像一天的图样 两天的图样 和三天图样的结果 最后呢 不好意思 做出了这个公式以后 我的目标是要找我的TAUC 也就是启动了这个条件 这边是我们实验的这个结果 那它的这个平均值呢 就是启动了临界 解冻力 它的值 从24小时多样 到72小时多样 略为有增加 大概从2点多past 增加到3点多past 再来我们去实际的去看 如果我跟传统的Shield图 有什么差别 就不用我把我的资料 做的文艺次化 文艺次化的方式在这边 那么点在传统的Shield图呢 会发现这条曲线 就是传统的Shield data 如果是非粘性的复刻粒的刹 我们大概就是用这条线去找 你可以算出我的土砂的无音器的力竞 对上去就可以找出它的无音器的这个TAUC 那么各位可以看到黑点 实心的点的部分是这个实验的资料 明显的会比同等级力竞的 非粘性的比较高很多 再来空心的点是这个前人的研究 那这个研究是我以前在美国 我们用同样的袖系的设备做的 就是这个Georgia核酸 他们核酸的实际的这个材料 那么为什么会放在一起比较 是因为这些资料点 它其实是有不同的粘土含量的分析 那么去比较这个结果 会发现这个实心的点跟这一群空心的点 或者在相同的地方 这一群资料里 它们的粘土含量基本上是一样的 或者说我的分粒和粘土含量 都落在50-60%之间 所以提出一个概念就是 对于有细粒料的 有粘粘或是分粒的这个图伤 如果你要去看它的 冲刷的启动条件 除了粒径大小以外 其实很重要 你要考量它的粘粘百分比 或是细粒百分比 最后总结一下 在这个实验里面 第一个是属于比较流算的推幅 我们用来去计算说 我的这个冲刷粒是多少的 一般使用平均算面吧 那在这里面我们同步做了假设 我没有办法用平均算面法的时候 如果我用流速剂ADD去测 我怎么样去算它的这个冲刷力 然后有一个这个线性关系式 那么对于实际的这个冲刷的部分 我们会发现 以我的土样而言 机关凝成基础而言 造成它的这个被冲起来 难易度这个这个关键的因子 其实是固解的时间 压密的程度 那么一般就是说 它的含水量 它的地定大小 其实差距不会太大 影响没有很大 可是我的压密的时间 固解的时间不同 会影响它被冲起来的难易度 再来就提到说 其实在细粒料里面 黏土含量对于呢 土砂的移动 与否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子 然后无因素分析的应用 除了推幻成这个TAUC-STAR 就是Shield Parameter跟这个传统的Shield Ground 可以去做Diagram做对应以外呢 我还可以把它推算成这个临界流速 那临界流速在工程上 比较一般是比较这个常在应用 做出来这个结果可以作为 就是未来在有这样子这个组织地区 如果我要进行矿晶石模拟 或是集水区书虾的这个模拟的时候 这个动药物与参数的虚拟参考 那以上呢 我的这个简报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